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各位陶宋伯好 大家好 欢迎再度收看飞夜十倍速的节目 我是运达 头顾蔡一璋 那么今天是礼拜二 那么同时今天是情人节 我刚突然间想到 当然祝福各位 有情人终成眷属 今天情人节快乐 好了 还是要回到股市来 因为毕竟今天股市 我觉得都还蛮精彩的 而且到目前为止 整个股市无人关系打死不退 反正就一直冲上去 的确今天继续往上涨 今天是小涨的四点 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 那么今天是盘中有出现一个震荡的情况 最后还是给大家高收红的 虽然是小涨四点 但是至少来看的话 指数还都还在创新高 那事实上今天 我觉得各种看法 今天几乎台股是靠着什么呢 靠着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是冬金最大股 最败最败最败的股票 台积电称起来半壁加三 因为台积电还在往上涨 而且还在突破 前面的高铁 继续往上走 创新高 那也就是因为台积电 它本身的全职够重 我刚才有说 最败最败最败 最败最败 最败 最败 最败的股票 它还在涨的话 当然台股就会因此而被它撑上来了 假设今天如果说把台积电拿掉的话 这台股指数是不是能够收红 加比 而且可能它搞得蛮黑的都有可能 所以台积电 有关整个台股指数的一个情况 事实上台股股市一直往上冲上来 我觉得有三大非常重要的因素 三大有利的条件 第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外资不断地买 它不管在现货也买 在指数期货它也买 反正无怨无悔地给你买下去 这是外资 但是到昨天为止 指数期货方面它多单部位 还高达将近7万口 好 另外这方面的第二点就是说 整个国际股市都也还在往上涨 像昨天晚上 礼拜一晚上 德国的股市都还涨了2%左右 甚至大涨的 当年也促成了整个台股股市 继续往上 气势如红地涨上来 第三点就是说 最重要的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台股到目前为止 整个成交量都没有出现任何失控的状况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看一下盘市 那么今天台股指数呢 就往上走上去 高点已经来到9168了 9一路发 成交量还萎缩的 到目前为止 成交量都没有出现任何的异样的放大 也就是非常稳定的 甚至还能够缩小的 这个成交量就出现这种情况 我也讲过很多次 只要成交量一直为止这样的话 要去高度吗 高度 更何况 我刚刚讲是三大优势条件 这个三大优势条件 如果一直都能够聚败 而且成立的话 台股指数 要去到9重天 我都觉得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但是 我会再说到 我会觉得 我还是跟各位提醒 当然现在指数来看的话 大盘的图形来看的话 我觉得往上走 都还不是什么太大的困难性 但是这是大盘的情况 我讲实话 个股就不见得是这样子的 我这个地方要说 我提醒各位 因为大盘是指数 它的图形跟个股是不一样的 个人的话 个股是一千多只 中间两千只 一千几只 当然那些一千几的人 一千多个人 那么多个人的话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个性 脾气 容貌 不是都 不可能都一样 对不对 图形就长得不一样 当然成交量的变化状况 也不一样 所以可能他特别留意到 就是说 因为你拥抱的是个股 你不可以拥抱大盘 拥抱的是个股 所以可能他特别留意到 就是说 大盘往上走 当然已到现在为止的话 还看到无怨无悔的 在往上走 但是个股方面的话 可能会有些个股 已经遇到一些压力了 尤其我提醒你 就是特别留意到 成交量的变化状况 新高量 如果不改正常 还是突然间 霸道的时候 可能会表示 一种危险讯号 所以你可能 要特别留意到 可能要特别留意到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要留意到的一点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句话 就是说 假设 假设 如果遇到压力的 不管是它 现行结构的变化 技术性的压力 或者是成交量 变化状况 突然间出现 异样的情况发生了 这种股票 如果一旦多起来的话 本来是一小股的压力 就变成一大股的压力了 那么这一大股的压力的话 对于台股指数 一定会有一些影响力发生 各位听到懂意思吗 当然个股 我再讲一次 个股的状况 是跟大盘不见的时候 一样的 各况一千多档股票 那我可能一千多档股票 都生得甘味呢 不可能完全容貌都一样 脾气 个性 还有他们的情绪啊 什么都不可能一样嘛 对不对 好 那当然 大盘是走他自己的路 但是问题是 大盘是那么多的股票 就组成成一个大盘的 所以呢 如果说假设 遇到压力的股票 一旦变多的话 这股小力量呢 就变成一大股力量了 这大股力量 当然就会影响到 大盘的情况了 所以各位 可能要特别留意到 另外一方面 也要给各位提醒 因为实际说 大盘的 我经历 我们看下图形 还是一样 不断地往上走高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来讲话 自己带会员的手上 是以主力 是以做多为主 这一点 我想大家非常清楚 只要你有看我节目的话 非常清楚 我们主力是在做多 但是我们做多 是用上气氛力 我们还是有放空 因为假设 我们往上走的话 你放空 不就得赚得大钱 告诉你 这个是画龙点睛 你等一下看下去 就知道了 画龙点睛在哪里 其实都靠放空的 来画龙点睛 因为上去的话 主力你必须得做多 你不可能放空 一直放空 全部放空的话 你会全部都葬身 在谷海里头去了 所以既然指数往上走 我们是要用尊重 这个大盘的趋势 把尊重一下 做多 但是问题是说 个股都不一样 谁都不敢面 所以有些个股的 我就变成要用 放空的方式来应对了 而且变成一种 画龙点睛之效 像今天谷海股市指数 是创新高的 来到9168了 但是我们个股 是用放空 今天是让会员赚到钱 而且是落贷为安的 你等一下看下去 就知道 我们看一下 今天 这个是昨天8月8号的成真稿 内容蛮多的 我们就练画线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 那么就算指数长得够多 也并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只要成交量不要过度放大的话 常理而言 多头还是可以无止境地向上延伸 像今天指数已经走到9168了 继续往上创新高 还有外资本来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因此敢于如无人之境的 大举进场放肆搜刮 台股涨了1100点 谁赚走了大部分钱 毫无疑问的 外资人是没有人会怀疑的 同时也因为成真让迟迟不放大 没有见到失控之状 所以台股也没有露出败相 外资也就不太愿意退了 好 另外干下去 我们依然要留意成交量的变化 毕竟那牵动着当今台股的融库 另外也需要留意的就是 台股持续创新高的同时 却见到不少的股票 不止没有同步的创新高 甚至反向走低 类似这种弱势的股票 或弱势的现象不能不提防 我们刚回头来看 因为我刚刚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是用七分力在做多 其中有三分力在用放空的方式 在面对这个盘式 你也不要以为说盘式上去 一定要所有的股票都做多 错 我就偏偏告诉你 我今天放空是赚到了什么钱 而且是落贷为安 其实我想大家都心里有数 怎么说呢 因为到目前为止 到晚一直冲上去了 成就让不放大 其实也代表是说 除了外资之外 很多的散户 很多的投资人 根本没有大决定抢进来 当然最近这几天 融资也在增加了 融资增加也代表是说 散户一个一个慢慢地进来 但是你想到 我刚刚 我就是在漫很多拍呢 对于背成这样 520之后8000点 到现在都已经跑到9100多点了 已经涨了1100多点了 你才看到融资在快快 不是快 而是有点明显地增加起来了 昨天是增加了4点多亿 不多 但是至少有在增加 也表示说散户有慢慢在介入进来了 但是呢 我们回头去看 已经有一千多点 你现在进来 是慢还是快 坦白讲 我告诉你是 绝对不能算快 因为自己已经进场多久了 但是呢 你说慢嘛 坦白讲 后面都还有路 所以也不能算慢 那你当然越长越高上去 风险一定会存在 等到你越长越高上去 成就让质量会变得更大一些 等到你成长变得更大一些的时候呢 要表示散户已经进来很多人 等到你进来很多的时候 你再跟人抢一杯羹 我觉得是 那不是慢而已 说特别慢啊 你不需要这样子做嘛 我们刚刚有提到过 就是说谁的指数上来 当然我们是以主力在做多 OK 这一点没问题 但是呢 同时呢 我们是用七分力在做多 三分力在做空 而且这三分力的做空呢 却是变成了画龙点睛之下 画龙点睛之下呢 譬如说你先看一下 你现在看这一章 我就让你感觉到 我到底说走不准啊 那同时呢 我们在讲这一章之前呢 你麻烦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短期验证直接感受 然后限期限儿子限本周 所谓的短期验证呢 是让你就是 让你在非常短时间之内的 感受到一个老师的一个震撼力量 比如说我现在讲的具体一点 你现在看今天8月9号 8月7号 今天早上9段5号 中间是开盆了 如果没有多久以前我就转出去了 那我写了什么话呢 今天空单大增 今天股价有下修压力 请空单维持暴劳避险 你要知道这9段5分呢 我就告诉你今天股价有下修压力哦 啊你要看哦 你要看这一段哦 这经典哦 这今天哦 你看哦 是不是一直往下溜下去 是不是往下修下去 而且你要知道 我这9点5分呢 9段5分呢 9段5分的经典 那长得更红的你知道吗 你还不知道 那长得更红的呢 我们看这个地方哦 就让你能够感受到 今天是很大的一根黑棒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9点5分在哪里啊 你看一下时间啊 9点5分是不是红的 你自己看它是不是红的 当时股价都还红的 后来到9点7分啊 9点8分啊 都还平盘以上呢 真正的翻黑的时刻呢 是在这个地方呢 是在9点14分呢 15分14分的地方 开始翻黑下去了 问题是 我已经在9点3分 9点5分就提醒你了 9点5分就提醒你了 空单大增 今天股价有下修压力 空单维持 暴露避险 那一天说了 十几分之后啊 就开始抬下去了 跳水跳下去了 不断越跳越深 越跳越深越跳越深了 空单当然是获利了 所以请问各位 如果说 不要说你入会啦 你过去这两天 你看我的节目 我又没有讲过今天 人手说本来讲哦 从他还在26块的时候就讲哦 整个今天已经掉到24块4了 就这样子炸下来 尤其在今年的黑棒特别大一根哦 今天黑棒特别大哦 我在过去这几天在讲的时候 他还停止在这边哦 今天杀下去了 而且更忘了 在杀下去之前哦 我已经有一种敏感到说 他今天要杀了 杀 所以呢 其实对股票都必须有这个敏感度 所谓的高级分析师本来就是这样子 不然的话怎么配成高级分析师 你看到敏感度在9点5分就出现了 事实上我还要打字呢 还要写时间呢 不然的话我更早就发生了呢 你懂吗 你更早就可以感受到 你看一下这一张哦 这一张在8月4号的时候 也给各位看过了 昨天8月8号也给各位看过了 空在259 还有前一天的话 这往前的话7月28号都有空 所以等于是两次采取空单的做法 这是空在25块9 这是上礼拜四 原汇也要赚 新汇当然也要赚了 因为新汇也不断地进来嘛 好 各位看下去 看到这个地方是8月8号呢 这昨天给各位看了 我的日子本来是写错 如果你说到昨天为止的话 257空 259空的话 昨天收盘25块5毛5 今天呢 今天24块5收盘呢 昨天我都要写位置空单避前策略 阿妈你看一下这一张 这一张就有意思了 今天8月9号嘛 我在12点51分的时候呢 好 我们干脆做出 落代为安的动作了 今天呢 我们就挂24块5毛5 获利回补空单 本来我挂得更低一点啦 我就改挂啦 本来改挂也算成功 重点是你要赚到钱 这比较重要一点 24块5毛5收工 落代为安 获利回补空单 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收盘的话 24块5是可以获利回补的 我是补在24块5毛5 对不对 没错吧 这个我们看这一张 我们看往前看的话 因为这档股票呢 我们是用空单来做获利回补 但是事实上 同一档股票 我们之前是用 先用做多的方式 来对付它的 所以跟这些股票 我们能先做多 才来做坑喔 你也不用说请外级股票 大家就买过来买过去 属于说 每一个人精力有限 你也不可能订得太多 所以如果说一档股票 两档股票三档股票 有限的股票 不要太多的股票 你如果能够摸得清 它的股性的话 安逸的主流人单 看得起来啦 属于说 一般人也可以做得到啦 只是说我们身为老师的 讯息来的资讯比较多 讯息多资讯多 所以我们看的股票呢 可能会更多一点 当然不可能说 一千多档股票全部看啦 那也没资料啦 但是呢 可能你看着三五档而已 我都能看三五十档 三五十只摸透单的股性 这样子的话 赚钱就比较多一点 比较多要化嘛 这两档股票 我们之前在7月21号的 做出获利加车的动作 是多单 做多的获利加车 25块8在这里 其实我们讲了几天 25块8在这里 最高26块 当天最低都要25.05块而已 我们挂高了 挂25块8 那至于哪天进场的 20号进场的 早盘狠狠做切入 21号就立刻出场了 能刚的西根的立刻下车 我们看图形的话 就比较清楚一点了 看图形的话 就这一天进场的 当天拉高上来 隔天跳空飞上去 抗六收工 落代元25块8 而且是在盘前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刚刚不是给各位看了吗 25块8 获利加车是8037分的 盘前就挂架了 盘前就挂架了 这样从这里到这里 这样收工都带了 2块2 903% 我们为什么叫飞跃时倍速 就是要能够用飞的速度 速度要很快两天 还有包括幅度也要够大 所以既有速度又有幅度 既有速度又有幅度 好 各位看一下 这档股票 我们先做多上去 在这 来到这 两天的时间 然后这段时间卖着 然后康259 今天收工落代为安 24块5毛5 请问朋友 我们做多是不是大赚了 做空当然也是赚了 其实这个在这几天 都一点一滴的 然后一天一天的 告诉各位 也不是今天莫名其妙 要告诉一个经典 对不对 如果说你这几天要看 同时就是这样子 其实你只要无形之中 在验证我的实力了 但是我们特别又开放了 另外一种 就是短期验证 短期就能够让你 去马上验证到我的功力 到底能不能帮你赚到钱 与其你东看西看 看了半天你可能还会怀疑 干脆我们就提供您 开放给您短期的验证 直接让你体验到 飞跃跟时倍速的一个快感 而且只开放这个礼拜 你不要以为一直 无限期的 延伸下去 我们只开放这个礼拜 限额也会限期的 本专案也还包括 特别一个优惠 就是独享可跳升为 特别会员的 狂优惠的权利 所以您可以特别把握 因为这个专案 独享可跳升为 特别会员的 狂优惠的权利 好不好 OK 那当然电话在广告里面 好好把握 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 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 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运气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做父母的 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 小朋友的健康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 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试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 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 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 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各位好 欢迎回到飞烟室倍速现场 我是运达头部蔡医长 刚刚上个阶段呢 您看到了我们经典的空单获利回补 我们事先用做多的方式 两天获利落代未安的 幅度高达9.2% 那么后来之后呢 这个我们采取放空的方式 我们今天做获利回补 今天最低24块4 我们补在24块5毛5 补得到 当然补得到啊 我们挂24块5毛5 说凡是24块5耶 好了 这档股票 同一档股票 我们是做多又做空做过来的 那当然获利您也看到了 事实上呢 同一档股票 我们在最近这几天 一直不断地跟各位讲过了 这已经在提供一些验证了 而且你也感受到 大盘指数呢 事实上到今年为止 都要来的创新高的 但是这档股票呢 就是画龙点睛 用放空的方式来 做回补的动作 做放空的 那各位看一下 之前呢 红准也是用放空的 做阴阴的 很特殊哦 大盘往上涨哦 我们是用放空的 那当天是用挂 76块5获利回补 获利回补 备在自己的高分 这是备为这三 定那百八三的时间 好 各位看一下 补在当天这一点 因为当天开盘就76块半啦 开盘就76块半 最低也就76块半啦 拉起来啊 我们是挂76块半 获利回补 你看到很清楚哦 而且这两股票 我们这样子看哦 我们当时空是空在729号 空785 乘加786 会员乘加汇报嘛 好 各位看一下 当天空到这个地方 跳水跳三次 跳下去的 729号看完之后 你看看这张图 729号空当天压下去的 两天整理之后呢 在隔天直接开到最低点 开盘的 好了 补的票付票量 你自己心中有数 而且是讲过了几次了 这是空单获利回补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做多也会下车 做空当然也要获利回补啊 一定要上车也要下车的 你可以看到 这档股票是在8月5号 上礼拜五 就是多单下车的 我们当时在8点33分 就挂一个三八九盘里 要下车 这个东甘的三八九盘里 现在升高点 因为压下去 压到这个地方来 到今天为止 造合都还没有 还没有收盘 跑到38块半之上 都没有 都没有 这是8月5号下车的 还有呢 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啊 这化汉啊 下车 这档股票下车 是获利也是高达超过9% 然后做多下车的 包括盘移 这7月7号切进去的 7月18号切出来的 这个获利弧度高达6% 这个都讲过了 事实上 我只是让各位能够了解 重点是在于是说 一个老师 有没有带你上车 更重要的是 带你下车 如果说能够快一点的话 比如说像刚刚经典 看到的是7月20号切进去 7月21号就出来了 能刚刚吸干 卡六落代为安 这种感觉不是很好吗 其实很多人做股票 就想说 是不是能够 常常有这种感觉 啊说实在 穷起一生也不见得 会常常有发生这种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工具太少 你资讯太少 你看每一个外资好了 啊不要说外资啊 法人来讲话都是这样子 大户也是一样啊 大户的话 那个电视墙呢 在什么 在他的 坐在这边 整面都电视墙啊 你看他在眼睛看过去的话 我不晓得他看得懂 看不懂了 但至少他看得比你更多 你只是看电视画面 数字跳来跳去的 这能够看出什么 我也不太相信 那尤其如此的话 何不干脆 好像缴个学费 然后让老师带你去 更换我们是开放了 所谓的验证班了 事实上咯 咱们要说什么 跟他说一个经典的话 这几期你跟他说经典 经典 你讲到经典 经典掉下去了 我获利回补了 那你做了什么 明明孩子还没掉下去之前 我就跟你讲放空了 说实在 如果说你真的想跟着车 他搭搭个顺风车的话 都还可以 都搭个便车 都还可以坐得到 因为昨天要26块 今天已经掉了24块半以下了 那你搭个顺风车都可以 我就真的 就这样子也没有尝试 就这样告诉各位 其实这个就等于是 我们太在阳光下 太在阳光下让你看得到 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 帮会员转的道歉 而如果这样子还看不出的话 那么更好的就是 我们提供了一个短期验证 不用太长 短期就能够让你验证出来了 直接让你体验到 非要跟我们的十倍数的快感 而且我告诉你 你只开放本周而已 限定额度 限定期限 你不要有很长 一直无限制的延伸下去 就这个礼拜而已 而这个专案还有一个特点 独享什么 可跳升为特别会员的 狂优惠权利 那至于特别会员 是怎么样的一个权利义务呢 你自己打电话来 就询问就好了 因为太多人就想说 我只要参加一班就好了 但是你殊不知 特别会员也没有说 是不是增加多少钱 问题是 重点是特别的服务 这是更重要的 而且更况是 因为这个专案 你可以跳升为特别会员 别人都要羡慕你是特别会员 你可以直接跳升过去了 所以请好好把握 短期验证了 直接让你体验 非要更十倍速度快感 开放本周 限而限期 请你特别赶快利用 广告中文电话 来打电话做下询了 OK 谢谢您 也祝您股票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 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更拿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并拿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并拿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台北市有线电视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线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开送数位机上和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线电视 0809-096-111 早鸟生办更多优惠哦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筒万叙 当机会千载难逢 昨日启用1000元 体验轰电了一个月 就算轰动时 找操盘秘籍及上课券 千言万语 这次只要1000元哦